小天使 你就是我的小天使 沙漠里住着一只小狐狸 它从出生起就在这里生活了 这是一只孤独的小狐狸 人在孤独的时候喜欢看日落 小狐狸也不例外 它的影子在落日下 拉得好长好长 直到月亮升起的时候 小狐狸才会离开 但是这却是小狐狸一天中 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了 沙漠的日子很无聊 如果自己再不能找点乐趣 那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这一天 小狐狸像往常一样看日落 狐狸先生 小狐狸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说话的小兔子 也被小狐狸的反应吓了一大跳 对不起狐狸先生 打扰您了 小兔子嗣嗣发抖 我在沙漠里迷路了 请问狐狸先生可以带我出去吗 当然 小狐狸咳了一声 不可以 为什么 小兔子眼睛红红的快要哭出来了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出去过沙漠啊 啊 小兔子睁大了眼睛 这 这很奇怪吗 我从出生起就住在沙漠里了 小狐狸挠了挠头 小兔子伸出手 邀请小狐狸 小狐狸 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出沙漠吗 太阳快要落山了 夕阳的余晖 散落在这片沙漠 小狐狸看了许久 就像往日那般 看着日落发呆 很抱歉小兔子 我早已习惯待在沙漠里看日落了 不过小狐狸的眼中 分明 泛着泪光 走了走了 想看日落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回来吗 小兔子二话不说 扯着小狐狸 就往外走 我才不要出去呢 小狐狸虽然很抗拒 不过看起来好像还挺开心呢 谢谢你小兔子 让我有了 想要走出沙漠的理想 我想 你就是我的小天使呀 晚安 好吗 小兔子三 сол 感谢观看